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暗图索记的故事吧 秦国有一个名叫孙杨的人 因为具有独特辨认马匹的能力 大家都称他为伯乐 有一天早上 伯乐经过渔泊这个地方 一匹拖着眼车的马忽然对他叫个不停 伯乐走到马的面前仔细观察 发现是一匹千里马 他看着只马拖着眼车慢吞吞的走路 忍不住为他抱不平 马儿知道伯乐了解他的痛苦 低下头吐了吐口水 又仰头狂叫 表现出既难过又高兴的样子 后来 伯乐把热马的知识和经验写成了《象马经》 还在书中画出各种好马的形态和特征 伯乐的儿子没有辨认过好马的经验 便拿着这本书去找马 有一天 他在路上看见一只赖行马 想到书中所写的千里马特征是 额头高又饱满 眼睛又大又亮 四条腿粗壮有力 伯乐的儿子开心得不得了 赶紧把这只癞蛤蟆抓回家 对着伯乐说 快来看 我找到一匹好马了 伯乐觉得哭笑不得 摇摇头说 可是你抓的马不能跑 只会跳 也没办法骑啊 原来他只按照书中的文字去找马 并没有理解书上的知识 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千里马 环境总是不断的变化 如果只照着文字表面的意思判断事物 不懂得融会贯通 就可能闹出笑话 甚至会得到反效果 这样的情况就叫做按图锁记 同学们 听完按图锁记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故事的终点吗 现在就让我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按图锁记 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元气 孙杨具有独特辨认马P的能力 大家都称它为伯乐 过程中 伯乐把认马的知识和经验 写成一本书 还在书中画出各种好码的样貌与特征 过事的结果 伯乐的儿子拿着这本书去找马 但是他不懂得变通 只按照文字线索去找马 才会把癞蛤蟆当作是千里马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安图锁记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地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你认为伯乐和他儿子的做事方法有什么不同 生活中 遇到安图锁记 不知变通的人时 你会用哪些方式和他们沟通呢 上面两个问题 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朋友老师分享吧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按图锁记 有两个解释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是形容 做事太坚持自己的想法 呆板又不知变通 主要是用来表达不知变通的情境 我们来看看可以怎么使用吧 它总是用按图锁记的办法来处理事情 怎么能赶上环境的变化呢 计划固然已定 但环境不断在变化 我们要因应新局势 只会按图锁记是不够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相关的词吧 相似的词有 课周求见 没守成规 接下来我们来看按图锁记第二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是形容按照所掌握的线索办事 主要是用来表达按照指引的情境上 我们来看看可以怎么使用吧 在身上寻找失踪的人 必须在事前详加规划 画好路线图 再按图锁记 你带着地图只要按图锁记 很快就会找到露营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与这个解释相关的词有哪些吧 相似的词有 暗基寻踪 顺藤摸瓜 相反的词有 无疾可循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各位同学 我们下次见 拜拜